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总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但有些人脸上从不见沧桑 反而越沉淀 越有韵味 真实的信仰里有这样一句话 人的修养往往在不经意的言行举止中体现 一个人的修养在言行举止中也藏在面相里 一个不爱笑的人笑起来一定十分勉强 让人觉得别扭 一个表里不一的人眼神时常逃避闪烁 因为心是虚的 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眉头必定是舒展的 任凭事实在繁琐 也扰论不了他们平和的内心 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 这样的人成熟稳重 欲视不浮躁 一举一动间 尽显从容 二 掌相暴露性情 心词者宽容 总能以荒卫之心替别人考虑 他们常常寄别人好处 帮别人难处 容别人短处 欲视豁达 心境开阔 由此 面向日趋慈眉善目 相反 心狠者刻薄 常常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他们言于律人 宽以待己 以处处刁难他人为乐 认为别人应该常常 自己所遭遇的不公 这样的人 眼神充满力气 一脸凶狠恶毒 是负面情绪的传播者 更是恶性循环的源头 拿破仑说 脾气不好是修炼不深 看不惯别人 是胸怀不够 常常看他人不顺眼的人 势必会屡屡遇到 让自己不顺心的事 当一个人成为了情绪的傀儡 外界便能肆意影响自己的心情 久而久之 性情暴躁 面目猙獰 民国最后的贵族郭万寅 把好命刻在了骨子里 印在了脸上 特殊时期 他被下方到农村养住 曾经弹钢琴的双手 去草厕所 挖鱼塘 每天住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 以卖咸鸭蛋为生 面对生活的暴击 他没有一蹶不振 而是选择用心经营 他用落花做成胭脂 抹在嘴上 微笑待人 就连刷马桶时 也穿着干净整洁的气袍 任凭生活百般摧残 他也始终保持体面 他的脸宝尽风霜 但仍是一副养尊除幽的模样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 游人 游人 大家闺秀游宰 花开花落 金枝玉叶不败 所谓好的生活 从来都是需要靠自己经营的 用心对待生活的人 才不会被现实辜负 晚年的郭婉吟 如愿拿到了退休工人证书 一边在家抱孙子 一边安度余生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 不只是看出生时嘴里所含的钥匙 是金是银 是铜是铁 而是看其在未来的日子里 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 如何看待对待生活 再精致的面容 也掩盖不了一连凄凉 再普通的五官 也会因善良变得耐看 曾国藩在《冰剑》里 写了这么一个口诀 邪正看眼鼻 真假看嘴唇 公民看气概 富贵看精神 逐意看直爪 风波看矫精 若要看条理 全在言语中 聊聊几行 尽是真理 用来识人 也用来自信 亲爱的 往后余生 愿你我都能 修一张好脸 享一世好运 与亲爱的朋友共勉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让我们相约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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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